大家好,我是三喵鞋肥局逃到上岗 最近北京周边以及竹州这些地方的洪灾 相信墙内外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 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是听了很多的叫泄洪区 那么这次竹州是不是为了保北京保这些地方 就充当了这种牺牲品 官方一定会否认的 不要官方否认 现在已经有一些户主的就出来了 说这个地方就算是泄洪区 早些年政府就已经公示这里是泄洪区了 而且之前泄洪的时候是有这种警告的 等等等等等等 都怪你们这帮凋敏 对不对 说的是义正言辞 然后那个什么 也不管 说网上有人说村民看到有一些村干部还是什么 去半夜里偷挖这种堤坝泄洪 那么这样的一些事情被捉住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当地啊 其实你要说这个防洪救灾这种事情 以徐说是防洪救灾是主要的 更多的还是防民之口 沈于防川 这泄洪区怎么回事呢 这个河流弯弯曲曲啊 然后这个说实话啊 大家都说这个中国的古文明是这个治水的文明 其实你看治水治了半天啊 也没有看到这个治水这个事情 真的是那么那么好 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啊 对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牺牲了某些地方 保全了首都等等的 有一本书嘛 被牺牲的局部 牺牲了这个淮北这些地方 保全了金师的粮食供应 回头我要做一本建书的节目 那么这个尤其是随着人口增多 这个河道边上的这种地备越占越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河流 它的这个冲刷 它的排洪能力会越来越差 那怎么办呢 如果这里有个大城市的话 那怎么办 如果这个洪水要漫过这个堤坝 就要把这个大城市给干掉了 那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留一个口子 留一个泄洪区 这个洪水一来 我就在这里弄吧 在这里弄吧 那这个就是泄洪区 有人说如果这里是泄洪区的话 这里不让住人 我在这里地方弄一个没有人的区域不好吗 这个至少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实现的这种可行性 这又用到了某些人说的 这个人多地少 对不对 而且呀 这些地方很多地方就是族族辈辈的这种村民 就在这里面耕作 然后你现在命令把它变成泄洪区之后 你让大家搬在哪里 如果在正常的一些条件下 应该会有一种搬迁补偿 而且这种搬迁补偿绝对不是说洪水来了 你该搬迁怎么怎么 是平常就要把他们想办法给搬掉 干脆你就把这个地方给挖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得了 但是这些都是没有的 而且啊 在这个2000年之前 这种很多的这种地势低洼之地啊 这些地是不交农业税的 不交农业税对于农民来讲 这个诱惑地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整个的新红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村民 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自然村 那这个就是尊重事实嘛 对不对 当然按照某些的说法 这就是丢民啊 丢民他们就在这里赖着不走 对不对 我寻思了这个水利干部还没说啥呢 这个基层干部还没说啥呢 您就这么就站在民众的对立面 您这不是损害干部们的形象吗 您说这合适嘛 对不对 那泄洪区这个东西 如果说在形红的时候是有必要的 最著名的一个泄洪区 它不是在北京周边 在哪呢 在这个安徽王家坝 这个泄洪区是淮河的一个泄洪区 其实淮河是中国水患 至少在这个近代以来最深重的一条河流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的淮河 它的入海口被黄河给夺的个乱七八糟 所以说它的很多很多的上游到下游 它的这个排洪是不畅的 一遇到大水那马上就就会泛滥成灾 一泛滥成灾一到下游 好吧 金球铁路金户铁路 然后整个华东地区就会进城泽国 就是王家坝这个地方泄洪区安徽这个地方 一下子就会淹没好多好多 那接下来 那如果这个地方被淹了以后 给不给赔偿呢 在之前是不给任何赔偿的 那么最近这些年 随着时代的进步是给了一些 这个政策性指导意见 什么叫政策性指导意见呢 就是关于这个泄洪区民众财产赔偿的暂行办法 比如说这个粮食赔这个这个亩产量 包括你损失了多少亩 它的七成 然后这个牲畜也是它的这个市价的七成 然后这个房屋 我看到两种说法 一个是赔50%的这个价格 还有一种是赔700%的价格 但是这只是一个暂行办法 这不是一个法律 也就意味着这个解释的这种权利 是没有这种法律作背书的 那本来法律它是什么样子 在某些地方 你应该比我清楚 那再没有法律作背书之后 这会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之前有过这种案例啊 这个四川 还是云南 水电站边上有村民的这种房子 都不是泄洪 是水电站往下去排水的时候 他家的房子离水电站很近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整个的这个屋子被震的 就很受不了嘛 去找法院去要求这个水电站给赔偿 然后一审判下来说 这个水电站需要赔偿 村民52万元 那水电站包括这个公司 肯定是不服的呀 告二审不用赔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水电站的这个泄洪 是一个自然流程 对不对 你这种自然流程的情况下 不可避免的会对周围的这种房子 造成侵害 这又不是什么天灾 这是个自然流程 不用赔了 对吧 这是当年的一个判决 你在比如说当年辽宁发洪灾的时候 铁岭那个地方发洪灾的时候 也是 村民们被淹的这些庄稼什么的 都是没有什么赔偿的 至少我去查资料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有赔偿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所谓的大家就是说舍小家 保大家 对不对 那这就全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伦理学实验了 我过去曾经说过 这个想出电车实验的这种人一定是个恶魔吧 对不对 这个这边绑着一个人 那边绑着六个人 你电车往哪边压 对不对 那这个谢洪君 如果你就算让大家做出了牺牲 请一定以很高的规格去赔偿这些 没有 对不对 那只是要求舍小家 保大家 对不对 你是要求这个少数服从多数 少数牺牲来保全大多数 这样的事情在伦理上讲 在现在的伦理上讲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可以少数在某些议题上服从多数 但我不能要求少数无限的牺牲 去保证大多数人的这种生存 你就比如说这种选举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少数派啊 他落选了 OK 很多的这种政治理念没有办法实施 政治理念 某些政治理念没有办法得到实施 你比如说减税啊 这些东西 它不至于是生死存亡的事情 可是好吗 你现在动不动就拿我的生命来去玩这种电车实验 就是少数如果说需要服从多数 那也应该在远远不危及自己生存的情况下来这么做 可是你这样少数服从多数 在这个地方 你总是动不动就是少数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住大多数 然后大家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所以你看到这个治水这种事情 好像是这个几千年来这种专制政府治水似乎是挺成功 但是你看看这水灾发生什么样的 所以最后你说卓卓这个地方 其实啊 这个河北 这个我到河北省来 元首的老家河北省画的不是很像 河北省其实地势最低洼的一个地方叫白洋殿啊 这是北京这是天津在白洋殿 那为什么不把水往白洋殿去弄呢 对不对 那因为白洋殿边上有个城市叫雄安 那这就不是我们能说的事情了 所以说泄洪这件事情嘛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在大师大飞面前跟我讲科学 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泄洪区老百姓当时住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知情权 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泄洪区 当时都是语言不详的 可以在网上找很多的报道 泄洪了我才知道 原来我住的地方是个泄洪区 没有这种公式 有人说政府公式了呀 好 那个你是需要大家去找的 你并不是那种让大家去一眼就能找到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啊 可能是你可以为政府去开脱 你可以说这个政府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用各种非常非常晦涩的术语 然后去公式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跟没公式有什么区别呢 你包括这次的泄洪到底是不是为了保北京呢 这个专家说了 说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这次泄洪就是为了保北京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长远 更更全局的这样的一种看法 总之就是你认为这样的泄洪是不对的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对的 那怎么办呢 看全局顾大局 舍小家为大家 这是政治正确 但是在这种政治正确之下 牺牲的那部分人呢 对吧 如果我住在泄洪区 我逃走的时候能不能戴上桃桃呢 对不对 那这些你说怎么办呢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不重要 对吧 我们要向前看 这才叫正能量 好吧 那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对吧 最后衷心祝愿啊 这个洪灾地区的民众啊 大家都好好的啊 都挺到波云见日的那一天 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拜拜